中国湖南省长沙小学昨天上午传出人采人事件 学生疑似在狭窄楼梯间发生推警 引发人采人事故 有33名学生受伤送医 两人伤势严重需留院观察 其余学生已返家 香港特首梁振英隐瞒为见风波越演越烈 翻名多个政党批评梁振英谎话连篇 除了向梁振英提不信任动以外 投理启动弹劾特首的程序 或是引特权法彻查特首 有议员并要求梁振英辞职 广东深寸发生骇人听闻的警察故意杀人案 一名警察居然为了立功 安排甲带徒策划甲绑架 结果他接过线报前往处理时 居然一枪将绑匪疾病灭口 事后甲源氏害怕也遭遇不测 才对外透露消息 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国家 正面临社会人口快速老化 当陆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信表示 当陆正在考虑变更一胎化政策 政府顾问人员也已经开始草拟提案 提案可能包括允许全是夫妻生育第二胎 今晚夫妻双方其中一人并非独生子女 新唐亚台电视整理报道